各位觀眾!你知道加菲貓嗎? 就是擁有橘色毛皮的貓咪啊! 卡通貓咪! 所以我以前會把它唸作咖啡貓 它跟咖啡完全沒有關係的 哈哈哈!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唸成咖啡貓啊! 總之就是長著一副厭世臉的 卡通貓咪啊! 那麼今天呢我們將來玩一下它的故事 它的遊戲 Yeah!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畫面擁有一間房子 那個應該是... 它的房子吧! 請問是加菲貓嗎? Hello! 我來到卡通世界了 Yeah! Hello! 我弄得了我的鑰匙 你能幫我找哈嗎?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 你很恐怖餒! Yeah! 好吧! 音樂聽起來還蠻美妙的 所以... 應該沒有什麼恐怖的吧! 後面還有一隻狗 喔! 這可以進去的餒! 我們知道加菲貓的卡通裡面 還有養一隻狗狗的啊! 進去看一下 喔! 蛤? 車庫門的按鈕? 等一下! 開一下車庫門啊! 喔! 狗屋裡面竟然有這樣的東西啊! 啊! 不要開車庫! 為什麼? 剛剛裡面都是水! 你的主人嗎? 你的主人嘛! 我確定還在裡面吧! 你的主人! 也許我快速開快速衝進去就可以了! 啊! 好的! 我們再一下! 我們再開了! 馬上衝進去!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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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你的主人吧! 對吧! 你的主人嘛! 你到底幹嘛? 這邊有個... CD? blame me! 好! 我去找一下! 欸! 你一直藏著鑰匙! 好! 那麼我先進去囉! 說真的欸! 這邊呢? 地下室?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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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邊的時候 我需要你為我做點什麼! 我的主人弄得一團糟 畫了整個牆壁都是啊! 你可以用噴漆來塗掛他們! 你不會自己下來做欸! 噢! 總之我們要拿這個噴漆吧! 他說要拿這個噴漆然後 他在牆壁上塗藥! 噢! 這樣不是更加慘了嗎! 這樣沒有比較好吧! 對講機! 噢! 真是的! 還要幫你清理啊! 至少給噴漆的顏色給好一點的嘛! 你用畫什麼! 這個什麼! 噢! 用紅色來噴! 做得好! 那些就是地下室裡全部的記號了! 我的主人在下面保險箱裡放著我的東西 把他拿給我! 找保險箱給他! 我先拿鑰匙吧! 保險箱! 剛剛我有看到一個! 那是保險箱嗎! 那是鐵龍吧! 這個嗎! 我要拿什麼給你啊! Stay inside! 在屋子裡面喔! 龍子裡面很安全! 壞貓貓! 你不行畫! 這是主人! 喔! 主人把貓咪關在裡面然後 貓咪就畫了這些東西嗎! 貓咪吃掉所有東西了! 外面是夢境! 喔! 欸! 全部都被貓咪了! 哈! 打打打打打打! 該死的音樂! 我想念我的貓咪! 沒有貓咪! 等一下! 這是人格分裂吧! 我現在怎麼樣! 有什麼東西嗎? 欸! 啊! 保險箱! 密碼我怎麼知道啦! 啊哈! 有! 但是是反過來的耶! 01876! 01876! 啊哈! 拿到! 這什麼! 欸! 快點拿走! 遺物躲起來! 我拿了! 我拿了! 然後呢! 藏起來! 藏在哪裡啊! 藏起來! 水啊! 是水!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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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了主人! 殺了主人啊! 啊!主人虐待貓咪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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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趁機 我們趕快離開 這樣走過去的時候 OKOK 王袍上老 在我的主人抓到你之前 OKOK 小心小心 趕快上去 哼哼 我上來了! What 點死?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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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我記得有四個的 什麼聲音! 欸!床!床! 可以睡覺! 好了啦!不要敲了! 你要...你要潛層面嗎? 這個床下面嗎? 喔! 拿燈泡! 幹嘛?換燈泡嗎? 這邊暗暗的! 也許是要換燈泡! 啊哈! 啊! 喔! 喔!我不是主人! 水水血的! 它不是那個人類呢! 噴! 噔! 噔完了! 噢! 很好!現在把油丟進烤箱!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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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生物丟進火裡面! 喔!哪裡有火! 喔! 噗!噗! 來來來!主聖物! 噔噔噔噔噔! 貓咪聖物! 欸! 欸! 千層面! 欸! 我好想吃千層面! 我真的肚子超餓的啦! 喔!哇! 突然變成一個溫馨的! 當然即時結束後拿出千層面! 在那之前! 你可以先收拾你的玩具! 等一下! 我該不會是你的主人吧! 然後就是因為你這麼囂張! 一直讓我... 一直命令我做事情! 然後我才把你給關起來的! 然後你就會認為我發瘋! 你去外面求助別人! 然後... 嗯? 不管怎樣我先收集! 先把禮物給整理一下! 不是禮物啊! 這個玩具啊! 這個呢? OK! OK! 把禮物...把玩具給放回來! 噢! 只能拿一個放一個喔! 這麼麻煩的喔! 我記得我有CD吧! 啊! 播放CD! 啊! 我記得我有剪刀! 嗯? 我播放CD下去也沒反應! 9個! 還少一個捏! 在哪裡的啊! 啊! 聖物! 不對吧! 剛剛沒有對吧! 燒起來! 啊! 啊! 咻! 等一下! 該不會這邊是幻捲! 好! 我剛才在燒聲霧的時候引發火災了! OK! 等一下我是不是... 那隻小笨狗又在院子裡挖洞了! 去看看埋了什麼啊! 你會需要車庫裡的鏟子! 狗狗在哪裡啊! 我最後一直看到鑰匙是在走廊的鏡頭! 好啦! 我剛剛也有看到鑰匙在這邊怎麼沒有去了! 我剛剛也有看到鑰匙在這邊怎麼沒有去了! What?! 喂喂喂! 蛤?! 我跳起來看到的! 一邊跳起來一邊尋找那個地基在哪裡的啊! 啊! 欸! 欸! What?! 我死了嗎?! 天堂?! 媽呀!是天堂啊! 哇! 好鏘喔! 我掉下來了! 我到底玩了什麼! 我會飛啊!媽! 我會飛! 我丟四弄進去之後引發大火! 然後我就產生幻覺了! 我吸了那個煙啊! 然後還沒死! 然後現在呢已經快要死了! 所以才看到這個雲朵! 我慢慢一步一步踩著去天堂! 是吧! 全部都是咖啡帽的陰謀! 好! 我眼睛快要下來了! 鑰匙! 我看到鑰匙了! 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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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果然是幻覺! 果然是我吸了! 我吸了! 吸了煙霧! 我快死了! 我去見狗狗囉! 我去養狗狗! 貓咪!大人! OK! 狗狗! Where are you 狗狗? 這什麼? 鏟子? 好啦!去挖出牠買什麼鬼啦! 狗狗! 狗狗! 你又挖什麼? 啊!狗狗可愛捏! 喔!狗狗一直想要貼近加倍貓 然後加倍貓一直很厭惡的 在一個動畫裡面! 所以你買了什麼啊? 球! 骨頭! 不要挖到屍體就好! 報紙啊!沒關係!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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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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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下!因為有前程面的時間到! 為什麼? 不是還一個小時嗎? What? 我們在哪裡? 我們的新家 什麼? 我給我們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住 我們在這裡待多久啊? 我出去多久了 所以我們在家被燒掉還挖出屍體了 OK 那個屍體是誰的? 這邊有汽油 我們應該不是貓咪的主人吧? 畢竟我們在地下是躲車怎麼看到貓咪的主人 所以這邊是水的家啊!你有說嗎? Hello? 為什麼跟我家的格局一模一樣的啊? 我找到一個膠帶咧 好拿起來 然後家裡面什麼都沒有了 我只能住在這裡嗎? 喔! 肉! 零食! 那個吧! 熱狗吧! 香腸! 狗狗! 好! 我們要使用這台車嗎? 開! 喂喂喂喂喂 一個溫馨的卡洞怎麼變成這樣了? 至少我才安全了啦 沒有人可以來CG我了 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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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地方是誰的? 現在是我們的了 欸欸欸欸 不會是因為你有槍吧 沒有人再來這裡了 欸欸欸 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到底是誰給我做話的 我出去多久了 這是你要讓我做什麼? 安靜 誰? 我有槍啦 哈囉 喔是因為門開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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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頭 趕上 為什麼剪刀剪下 呃 你是我的仆人 你不應該質疑你的主人 我讓你拔掉了你的舌頭 並給你自己寫了一個提醒 來記住你的地位 穿上衣服 呃 他脫我衣服剪掉我舌頭了 然後告訴我我並不是主人 加費貓才是主人 呃 呃 呃 好 穿衣服 好 可以了吧 拿起剪刀 舌頭可以裝回去嗎 呃 回去車裡面 呃 好 哪一台啊 完了 他控制我去殺人了 呃 蛤 剪掉電話線 這誰的家 欸 架費貓你到底想要幹嘛的架費貓 電話線 電話線 爬上去 欸我爬上去剪掉了 我會被電死吧 這個電話線 不要懷疑我 那個該不會是真正的 架費貓的主人的家吧 然後我現在只是一個陌生人 欸 不是啊我剛剛長得很像架費貓主人 欸 剪掉 喔 狗狗出來了 狗狗如果你是架費貓的狗狗的話 那我就 欸 是陌生人的呢 給你 給你相場 嗯可以了 好我們進去吧 鎖著狗狗 狗狗 狗狗你有鑰匙嗎 這邊還有 嘿嘿嘿嘿 喔 嘿 嘿 我突然 有有槍聲 有槍聲 那我用手帽裝進行 為什麼 我現在又變成鄰居嗎 等一下 開箱到底是誰 是在我家開箱 還是在隔壁鄰居家 還是怎麼樣 欸沒有這邊 這邊是我家 OK 現在我們扮演這棟房子的主人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 躲進櫃子裡面 因為有人開箱 欸 睡 睡了 睡了 啊 加費貓的主人 蛤 蛤 到底什麼樣的現在 蛤 這是我認識的卡通加費貓嗎 喔 NO 還有血跡房子燒起來了 欸 What 今天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應該就是 這邊應該是擁有三個人吧 架費貓 一個陌生人 跟架費貓的主人 人類 老江 還有一個老江腦海的聲音 在這個故事裡面 老江並不是一個好人啊 首先老江應該是到那個廢棄房子裡面 那邊應該是一開始 有奇怪的森林幫他安排住在這裡 然後在裡面幫他找到槍啊 棄有那些 然後奇怪的森林帶他出去犯案 剪掉別人電話線 然後闖進別人家 拿槍殺了別人 然後還把他的房子給燒了 之後呢我們就扮演陌生人 然後在一個大平原上面看到一個 老江的家嘛 就只有那一件而已 就是剛剛 就是剛剛廢棄房子他打理得很好 我們過去看到的加費貓呢 加費貓讓我們幫他找鑰匙 然後我們在檢查地下室的時候 被他給推下去了 他要幫忙把一些圖案 用噴漆給蓋掉 並且拿到一個奇怪的遺物還是聖物吧 要我們丟進烘烤爐裡面 當莫斯拿到那個物品的時候呢 他馬上躲起來 因為老江好像聽到森林來地下室檢查了 然後他下來的時候 我們馬上衝去上面 把這個物品呢給丟進火裡面 把整棟房子給燒了 yes 就這樣呢把老江給花花 烤死在房子裡面了吧 我猜測啦 因為這遊戲還不是完整版 只是demo 加費貓呢可能是好人 老江並不是好人 老江是一個殺人犯 然後加費貓他知道了 他想要殺掉老江 但是他沒有辦法 但是剛好這時候莫斯人經過 他就讓莫斯人去幹這件事情 就是騙他 然後把他推去地下室 然後讓他想辦法拿到一個助燃器 丟進那個烤箱裡面 然後引發火災 把整棟房子給燒掉 連老江也一起在地下室也被燒死啊 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究竟是怎樣的人 還不得而知 因為呢 目前只是demo版本而已啊 這不是我熟悉的卡通啊 從年毀滅 大家要小心會說我的貓咪啊 不管是喵喵還是加費貓都好啊 You take me to the place I never see in your heart Only you can make it for me So I will follow you anywhere Will you take me past me? I'm with you every time